日本怎么会传出真子遭到家暴的消息呢 原来是因为演出鬼片 企业怪谈而爆红的真子女演员 左博日菜子 是传出了遭到了前足球国手老公 澳大界家暴 还接获到威胁追杀令的电话 吓得他赶紧带着两个女儿逃到东京 而日本警方随后也将澳大界逮捕 但是他不承认有发生家暴事件 黑长发白衣服提到真子 此很多人都会怕怕 号称是日本鬼片最恐怖的女鬼 现在却传出遭到家暴事件 演出七夜怪谈 午夜凶林爆红的真子演员 左博日菜子 传闻遭到老公 前日本足球国手澳大界家暴殴打 甚至还打电话威胁出言恐吓 令人毛骨悚然的内容 不禁让人联想到鬼片剧情 生子演员日菜子 11年前代球下架 两人育有两女 看起来幸福甜蜜的婚姻背后 隐藏着变本加厉的家庭暴力 日菜子接获了恐吓电话之后 赶紧带着两个女儿逃到东京 最后警方也逮捕澳大界 暂时结束真子的家暴威胁 综合报道